比特币DV6万美金市场抛压就明显减小 DeFi已经风光不在 矿工每天收入都在创新低 那么市场的拐点究竟在哪里 马斯克川普无提纲对话 结果泡了汤 网友调侃 卫波就先火了 被社区指控五宗罪 索拉纳交易王国到底是不是虚假繁荣 全球数字黄金重塑企业资本版图 9个国家把比特币作为公司的注册资本 WBTC的比特币托管公司变更 大股东到底是不是孙宇晨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编有钱 8月13号星期二 这次BTV中文频道别联合在 我是Michael在纽约 我们先来看币圈24小时的重点数据整理 上周比特币先获ETF的数据表现还是不错的 累计交易额回升到了125.88亿美金 这主要集中在上周一 当天交易额高达52.9亿美金 整体的交易量是趋于稳定的 另外上周比特币的现货 ETF累计资金净流出1.61亿美金 本周一资金净流入1440万 从价格上来看 比特币在6万美元下方的时候 比特币的现货 ETF抛压会明显减小 而且随着比特币价格的下跌出现的资金净流入的抄底现象 整体来看 比特币的现货ETF购买力还是非常强的 而且现阶段都在低位接货填充自己的筹码 2021年是DeFi的爆发元年 2022年9月份DeFi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也就是说衡量DeFi占全球加密市场的总市值 百分比达到了4.8%的高位 但之后这个数字就呈现出下降趋势 偶尔出现小幅回升但一直没有超过前高 在2024年年初这一比例降到了4.47% 这一来DeFi的主导地位降到了3年来的最低水平 从周一的3.82跌到周五的2.84的低点 那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就是 2024年MemeCoin的板块非常亮眼 表现是优于市场的 另外比特币和以太坊ETF的推出 也吸引了机构对于这些主流资产的兴趣 所以大多数DeFi的代币现在都是不确定 不稳定的状态 这直接导致DeFi的主导地位 进行为止下降了29% 那市场的大多数参与者 对于DeFi表现出不太感兴趣的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的矿业 自从4月20号减半之后 挖矿奖励从6.25降到3.125 收入矿工市大幅下降的状况 正如预期5月份 比特币的挖矿日收入 首次跌破了300万美金 相比之下2024年前4个月 挖矿社区每天收入大概是600万美元上下 目前比特币矿工的收入 在两周之内是持续下降的 并于8月11号创下年度的新低 跌到了254美元左右 上一次出现这样的低点 还是在23年的10月份 现在矿工收入下降 主要原因还是包括比特币市场的下降 网络难度增加和由此导致的清算 虽然说挖矿的收入在降低 但是比特币的上涨以及比特币生态系统当中 符文明文的炒作 也足以让这些公司有足够的资金 来运营挖矿业务 此外像bitfarm这样的大型矿企 还计划对挖矿设备进行全面改造 在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盈利 好 请您点赞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来帮您梳理外部三世界 离您赚钱这个事儿最近的新闻 昨天晚上在这个house kitchen 在密神的时候突然发现 推特上面一个非常亮眼的标题 特朗普要开直播了 我赶紧点进去 然后等了大概十多分钟 只有音乐没有任何人上线 突然发现主持人换成了马斯克 我联想到什么 联想到前段时间 特朗普恢复了他的x的账号 对吧 而且马斯克曾经是支持民主党的 现在转头川普了 所以这场直播应该是让很多人非常期待的 看着这个等待收听的人数 从8万15万上到20万 我觉得这场直播一定不能错过 但是这场直播 这颗世纪对谈一开场就是出师不利啊 但是掉胃口是实在的 这场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点开始的访谈 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马斯克强调 川普的这次采访将是没有采访提纲的对话 并且采访中不会有任何主题限制 不过就在7点47分 川普发出直播活动连接后 可能是由于有太多用户参与 大家都收到了此空间不可用的提示 无法顺利进入直播空间 对此状况 马斯克在8点18分发文表示 X似乎遭受了大规模的DDOS攻击 正在努力修复 直到8点45分 两人的直播似乎又恢复了正常 而本场语音直播最大亮点 莫过于马斯克提起了特朗普遇袭的事件 这件事件是非常有趣的 我说到你所说的 你所说的优优优独播剧场 在那些警察的事件中 前面是并且是有关系的 你所说的优优独播剧场 但是不过你所说的优独播剧场 你所说的优独播剧场 剧场 我认为 我认为 你所说的 美国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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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样是美国, 这是强烈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挺英 anf杀了 为了邀请你来干准备, 为了谈认为置一个他的头发, 是因为并不是非常奇距离。 但是,我认为,你是不朽快的吗? 除此之外 特朗普表示将提供公司激励措施 让他们来美国 而不是离开美国 此前由于美国SEC 对加密市场的过度监管和处罚 导致很多美国加密企业 要逃离美国 其中包括了 由美国第一股支撑的 Coinbase 瑞波等等 虽然此次特朗普也没有提及比特币 也没有明面上给自己拉加密选票 但这操作着实给不少 想离开美国的加密机构 留下了选择的空间 马老板买了推特两年时间 而川普离开推特是三年时间了 如今马老板又把川普给接回来了 可是马斯克已经不再是 两年前的马斯克了 川普也不再是三年前的川普了 真的是令人感慨 是也是也 不过话说回来 这场Space的突然当机 有人就开始怀疑了 是不是真的是系统太多了 无法复载呢 还是说有人在暗箱操作其中捣乱呢 大家看啊 在政治面前 在这个选票面前 在利益面前 曾经的死对头 增加对卖盲的两个人 还是可以来一场亲密无间的Space 世纪的大和解 其实近期大家有一个话题是一直在各个社群当中讨论的 就是索兰娜会不会超越以太坊 为什么呢 以太坊过了ETF都没有见价格的暴涨 所以索兰娜在各个细分数据上面 甚至于会部分领先以太坊 可是也有不少分析说呢 索兰娜其实它有五宗罪是解决不了的 第一个就是索兰娜它机器人泛浪 第二个就是机器人泛浪导致的数据虚高不真实 第三个就是关于它的EVM的问题 第四个就是关于索兰娜财务亏损的问题 第五个呢 就是索兰娜代币它增发的问题 所以索兰娜的这五宗罪 到底会不会成为它超越以太坊的绊脚石呢 随机打开Pumper Fund的一个代币交易页面 会发现机器人的交易已经占据了大多数交易 随机从Pumper Fund上寻找了十个相对活跃的代币 在这十个代币的共计8268笔交易当中 有80.85%的交易来自机器人交易 真实用户的交易量不足两成 机器人占比最高的代币占比达到99.5% 平均每个机器人这个区间内交易了159次 而真实用户的平均值为1.99 不过索兰娜每个用户的日交易量高达217次 远高于其他供链 与此同时目前SOL的通胀率为5.1% 并不存在15%的通胀率 其实总体来看呢 索兰娜生态的状况并不像一些观点认为的那么严峻 根据这个Funting的报道呢 一些加密的基金经理正在大举的建仓索兰娜 他们认为说索兰娜是被低估的 特别是这个Sing Carry的这个创始人叫做Ray 他就认为说在很多有意义的数据上 索兰娜都可以和以太坊相媲美了 但是估值却只有以太网的五分之一 那你认为未来索兰娜会不会超越以太坊呢 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来讨论 不过索兰娜确实有很多不尽容人意的地方 或者说它还存在危机的因素 特别是什么咪咪币啊 一举把索兰娜推上神坛的咪咪币 您看看有多少代币是脚底板斩 估值下滑非常严重 那其实有一条评论 我觉得写的是非常有诗意的 送给索兰娜正合适 他说呢 整个行业都在熏的爆发热点 而索兰娜生态内 正在上演着一出围绕普通散户的 黑暗森林的狩猎表演 只是受益者开始节责而鱼之时 不知道是否已经繁华到了尽头 您觉得准确吗 阿根廷开启南美比特币的金融先锋 打破比特币作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破冰之旅 WBTC牵涉到了杀猪盘的可疑地址 持币大户孙宇晨怕是要遭水泥了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BitcoinTV中文频道 我是Michael 这次在纽约来美国参加了两个会议 第一个就是纳什维尔的比特币大会 第二个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 斯坦福的区块链州 意外的是我看到了很多来自于加勒比地区 这种离岸的免税天堂的 对于加密资产持开放态度的国家的代表 他们都在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在新公司资本注册的时候 来认证这些公司所持有的加密资产 以后甚至可以用加密资产 在这些免税的天堂去开办公司了 其实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自从萨尔瓦多把比特币当做法定货币以来 这个潘多兰摩河一旦打开这个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其中阿根廷的总统米莱被称为是比特币狂人的经济学家 所以在米莱的领导下 阿根廷的金融政策是一变再变 当然是往我们期望的好的方向变 quiero decirle a todos los argentinos que hoy comienza el fin de la decadencia argentina de ser el país más rico del mundo hoy somos 130 la mitad de los argentinos son pobres y el 10% es indigente basta del modelo empobrecedor de la casta hoy volvemos abrazar el modelo de la libertad para volver a ser una potencia mundial viva la libertad carajo viva la libertad carajo viva la libertad carajo 近日阿根廷司法总检察局IGG 正式批准了一家使用加密货币作为注册资本的公司 这是阿根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历史性首例 该公司以比特币和USDC作为初始资本 共计约500美元 此外IGG还制定了一系列规范 确保加密货币在企业财务报告中的透明度和准确性 比如规定了加密货币的估值方式 以及如何在财务报表中正确记录这些数位资产 所以阿根廷的这些法律规范不仅保护了企业的合法运营 而且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加可靠的财务信息 也就是说以后在阿根廷用USDT USDC可以当作公司的资本金来进行认证了 所以阿根廷的这个事件不仅标志在加密货币 在阿根廷的企业资本当中第一次被正式的认可 也预示着在阿根廷的法律框架上 对新兴的数字资产认可和接纳了 当然除了阿根廷还有一些国家值得我们知道 比如说加密股 瑞士 亚洲的金融科技绿洲 新加坡 电子居民爱沙尼亚 内存区块链岛 马尔他 和小国大作为的列支敦士登 黎昂天堂 开曼群岛和百慕大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和阿根廷非常类似 都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 把加密货币合法化并纳入公司注册资本的范畴 让我们记住这些勇士之国 问大家一个问题 您对WBTC这个资产觉得熟悉吗 是不是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其实在2017年WBTC就正式被提出了 并在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 次年达到了21美元的金人的锁藏量 它是干嘛用的呢 它可以理解为它是以太坊发现的ERC20代币 对标就是比特币 说简单一点就是以太坊上的比特币 它通过称为托管商这个中间的环节 把价格和比特币一一对应 是当之无愧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桥梁 而最近的这个古老的代币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主要是因为它的托管公司变成了BIT Global 而这家公司和孙宇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江湖著名的孙哥这次又有什么盘算呢 近日BITGO官方宣布将WBTC业务一致与BIT Global合资 先方案将使用于2019年以来 用于保护比特币相同的BITGO多重签名技术 与冷存储技术 过渡期为60天 尽管孙宇晨一再强调 个人参与WBTC完全是出于战略考虑 不控制WBTC储备的私钥 也无法移动任何比特币储备 但社区仍对此持怀疑态度 DeFi项目Mikrodow的社区甚至发起了一项提案 提议清除Mikrod抵押仓中的WBTC 同时比特币近期走弱导致的WBTC拒阵 也增加了人们的担忧 很多分析师直言WBTC正在变得不稳定 一旦它脱毛 以太坊的大多数项目都会像连锁炸弹爆炸一样 受到牵连 好 尽管孙哥强调BitGlobal的合作 只是为了推广加密技术的战略合作 但是社区对于WBTC托广公司的变更 仍然是非常质疑的 质疑的声音主要就集中在 它的持牌含量非常的低 而且早在2023年在股权变更的时候 其实孙宇成就是这个公司的注资方 所以很多人怀疑说孙哥是不是早就蓄谋已久了 再加上孙宇成参与的项目往往都会因为监管问题 在后期被诟病 所以人们都在担心WBTC能不能够持久下去 水滴资本的CEO叫做大山 他表示说能够用技术解决的问题 就不需要考验人性了 言外之意就是对于WBTC这一次的变动是不看好的 昨天的链上侦探ZXBT又给了WBTC当头一棒 他侦测到了5995和C510这两个结尾的金鱼地址 一是参与了勒索软件和杀猪盘的活动 而千丝万缕的都导向WBTC 总金额1亿美金 所以在这些重重疑云之下 您对于WBTC的未来是不是看好呢 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来探讨 好 节目最后来看今天的币圈快报 德国国有银行KFW将推出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债券 该银行已选择斯图加特数字交易所 作为基础设施提供商合作伙伴 为即将推出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债券发行做准备 据陆康指引监测 黄历成仍在持续购入Friend 目前其持仓价值约150万美元 购入总成本1650万美元 以浮亏1500万美元 根据最近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 比特币矿企Argo已完成向Galaxy 偿还3500万美元救助贷款 比特币矿企Merson Digital 计划在市场条件和其他因素允许的情况下 通过私募向被合理认为是合格机构买家的个人 发售总额为2.5亿美元的可转换优先票据 该票据将于2031年到期 据悉本次募集的2.5亿美元 将用于购买更多比特币 ZK交易平台Vesso发布推文称 主网已上线Scroll 用户先可通过Vlob享受更高的费率优惠 此前ZK交易平台Vesso完成1000万美元 总资论融资 红杉资本等参透 好 今天不是鸡汤 今天是保命法则 听上去有点刺耳 但是你必须得做到 不限写 不捐款 不管闲事 不贷款 不贪便宜 不服老人 不买股票 不为官 不信专家 不信广告 不信教授 不按揭 不贷款 推荐啥 咱就别买啥 离得远一点 请大家相互转发 互相提个解 千万记住了 好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在这里头有我们所有的会员权益 我们希望带领所有的会员朋友 在这轮牛市当中 一起慢慢变有钱 让我们的比特币越来越多 资产后面 加个礼 明天见